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丰田标 这一大排量的MPV 69万8 朋友们 我今天真的是开眼了 你猜我遇到一台什么宝藏车 这个车 我就问你们 有没有谁认识它 这台车 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丰田标 但是它有3.5升V6的排量 这一大排量的MPV 想象一下坐在这台车上面 这个动力 这个声浪 还有这个大空间 是不是符合你对车的一切想象呢 整车以神秘的星空 神秘的三体为设计理念 选择了星辰白 深空灰 孔雀蓝三种颜色搭配 1米99的高度 地库也毫无压力 长5米3 预长驾驶也还算轻松 这台车的车头造型 真的是气势十足 而且配上镀铬条装饰 会让你觉得尊对感 一下就出来了 有没有 车头更换了LED大灯 这个大灯不仅能够 让你在黑夜里的视野更加的好 并且会让车头的造型 更加的饱满有力量 全车标配德国进口的空气解针器 并且还配了一个16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尾部跟车头呼应 更换了更运动的外观套件 顶部增加了压尾 看上去更加的饱满 尾灯更换了熏黑LED 黑夜穿透力更强的同时 也更符合这台车的造型感 内饰点缀了抽象繁星图案的航秀工艺 寓意着外太空的神秘美感 后舱顶部定制了星云顶灯 由主灯 辅灯 氛围灯 银亮装饰条组成 有节奏的呼吸灯闪烁 就像探索太空的宇宙飞船 后排使用了编制纹地板 进行了重新铺装 在蓝色氛围灯的映衬下 既舒适又美观 还有这个后排显示器 可以和仪表盘实施同步 让坐在后排的你 也能了解到车辆的驾驶信息 座椅缝线造型设计主题 是效仿火箭三段式的升空造型 翼飞升天 驰骋天空 体现人类的探索精神 前排驾驶室 方向盘 仪表盘 中控 水杯架 中控扶手 都采用了皮质材料重新包覆 一改塑料杆 提高了整车的高级感 中控扶手加装了一个小冰箱 这也算是MPV改装的标配了 车门同样是进行了重新包覆 颜色搭配和整车保持了统一 并且点缀了一点黑色的皮纹 高级当中有那么一点点俏皮 第三排还能秒变大床房 现在你能猜到它是哪台车了吗 它就是 风天赛尔法皇家赛龙69万8 让你成为大佬中最亮眼的那一位